泰山明跟阿布寬好不好 你看 常賴自野 有沒有 我跟你講 對 我告訴你 這個就動聽了 其他我都沒看到 趕快關啦 呵呵呵 大家好安 瘦玉龍樹立 303SD1200cc剛驗車完 年份1981年至今40年值得回味的樹立長青車 整車原廠原期 最好是原期 1981年至今原期 不把康復刷 你比較重 還是比較軟 1981年至今40年完菜 晚上就開大都生生了 我不相信 你傳照片來大家看看 有沒有 大家可以參考 有沒有 孫先生 那個泰山發票寄給他 他有留電話 讓他們這邊打廣告 發票寄過去 你看一曝光就有400多人看到這則廣告 我們一個人看到廣告5塊錢而已 很便宜 呵呵呵呵 喔 真厲害 怕光口泡到這裡 會韓妮 vague 好 不要說 打廣告了 我跟你講 我在這邊順便可以講 不三喜啊 我們不是那個粉絲業 po車嗎 因為那個小事要跟大家互動了嘛 叫你們私訊 所以有人就收到別的車行的私訊 好 私訊他說 哎 我有一台一樣的車 比小事的更便宜 好 你可以跟我買這樣 好 還滿多的 這叫青門踏戶 你知道嗎 這一句這個 台語的成語齁 是在民視啊 三立那種台語劇 鄉土劇學來的 來我們這裡打工狗 你今天你在賣衣服 你會不會去UNIQLO裡面 人家在UNIQLO裡面看衣服 你就立即說 欸來來來把他拉到旁邊有沒有 我跟你說 我隔壁不行 我裡面也有這T恤比他更帥 來我們這裡買來我們這裡買 你會去人家家裡面去人家店裡面拉客嗎 更不要說是那個 有些直接在我留言板就貼了 我跟你講 40年元期不是 車庫車才有可能 你除了車庫車以外 你還要定期的開廚師 你裡面還要恆溫恆濕 才有可能40年都元期 怕公告是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有的 有點豪笑了啦 反正如果大家觀眾朋友 在粉絲專頁遇到那個私訊 你們自己注意的好不好 那我本來我們賣車就是這個結緣 有緣則結緣 沒有緣則還是一個緣分 你認識我 也許我不知道你 但是就是一個緣分 有要感謝不要感謝沒關係 別讓我騙掉了 結果到最後 你被人家騙視在小吃的粉絲頁 哈哈哈哈 我沒辦法啊 我只提供一個平台 對不對 你看店裡賣水餃 客人從隔壁外帶八方雲集水餃來吃 對吧 也沒點你的東西 就在你那邊吃八方雲集 哈哈哈哈 車子有太陽紋漆面也有一些被石頭打到的小洞 建議重考嗎 這個東西是這樣 常常有人問說 我車子像剛剛也有人訊息問我一個問題說 後車廂磚孔 他說小師哥 我的車後車廂磚孔 以後會不會影響二手車的價格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 要看你的車殘值剩多少 對不對 如果你的車現在已經剩八萬剩十萬 那其實有沒有太陽紋 有沒有石頭小 打到的小洞 有沒有鑽過孔 其實真的影響 沒有你想像那麼大 那通常這一些會影響的話 都會在車子比較新的時候 才會影響價格 可是車子比較新的時候 你又不會賣 所以有時候 這個問題層面其實蠻廣的啦 那車子有太陽紋漆面 有一些被石頭打到的小洞 建不建議重考 我覺得就是看你自己看的 會不會隔壁啊 對啊 你如果是比較完美主義者 每次看到他那個傷痕 你都覺得很礙眼 那就考沒有關係啊 甚至你在新車的時候 你可能就可以去貼模啊 貼犀牛皮啊 對不對 以防以後這樣子啊 我是覺得這樣子啊 好啦我今天還是有準備一些案例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那個有一個網友齁 他家裡爸爸有一台某某牌的某某車 他想要估價 那小事是跟他報價說 這個車子大概在25萬左右 那後來他說喔 那意思說爸爸說這個 他去電話中齁 去外面的這個車行啊 打電話去問 那外面的車行跟他講說 這個車子在26萬到30萬之間 那我本來想說欸 25萬左右 然後來問問欸 車子里程數也很低齁 那我說欸 那不然就是說 爸爸想要賣多少錢 如果高一些的話 我覺得車子應該狀況不錯齁 我可以跟他買 因為他五年車才跑一萬多而已 結果後來他也很有禮貌齁 他隔一天他就給我回訊息說 他爸爸已經把車賣掉了 那我說欸 很好啊恭喜啊 那賣多少錢呢 他說他賣26萬7千元 我說26萬7千元 那早點跟我說就好 我本來想要27萬買 他說啊 我不知道因為小事說25萬左右 那我說 我是因為聽到他說 外面報26萬到30 我心裡想說30真的是有點太高 我實在買不下手 我這個案例齁 不是要分享什麼 我只要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現在外面的這個 二手車行齁 其實通常一個習慣性啊 就是在電話中還沒有看到東西的時候 報價會特別的高 會特高 特高 比如說現在藥主問我說 Focus MK3.5 2017還剩多少 好2017大概有50到55 好比如說 好那這個藥主出去問了一圈 50到55媽頂天 他就回來找小事了 好然後小事就開始呢 利用各種的這個不知名的理由原因齁 跟他扣錢 比如說說藥主 你這車這個擦傷一片要扣5000 那一裝我覺得臭臭的有意味 又要扣1萬 然後這邊有刮傷又要扣多少 你的這個引擎聲音聽起來不太正常 再扣個3萬 扣到最後剩下40幾這樣 比如說啦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買賣雙方本來就是要看車才可以購買啊 就像我常常講很多的消費者都會 說小事我在南部 每次你的車一出來沒兩天就沒了 好啊我6日 我才有放假 我才可以上去看車 我會不會先訂車 那我就說因為距離比較遠 我也沒有辦法讓你這樣子訂車 因為萬一你禮拜一先訂了 你禮拜六來看了說我不喜歡 或是帶著老婆來 然後老婆看了說她不喜歡 那我收你這訂金 我為了你留這一個禮拜 那拒絕了多少想要買的人 到最後我還得把這個訂金還給你 那我就會覺得說這樣好像 有一點不好意思 沒有意義啦 像上次上個禮拜直播 我下直播之後 我到外面有兩個算粉絲朋友 來然後就訂了我們一台車子 弄弄弄 大家那些上面的服務員跟他加班 弄到11點多這樣 好在那邊聊啊 好11點多 然後我在打打招呼 謝謝你買啊什麼就走了 然後呢隔天的三個預約全部取消掉 我車子馬上都改成停售下架 結果再隔一天他說他不買了 然後那個服務員問我說那訂金怎麼辦 我說還他不然怎麼辦 我真的很認真跟你講 合約上面有寫喔 訂金是沒有辦法退還 我跟你講與法喔 我是真的不用還那個一萬兩萬三萬的訂金 可是我每一次我都還 好在我跟你講這個好在他只有隔兩天而已 好上次還有一個弄了兩三個禮拜的 那台車為了他重新 重新又上架 然後三個禮拜上架以後 然後還有這個之前沒買到 問我說 欸這不是之前那一台嗎 我說對 他說阿怎麼又上架了 我說我被卡三個禮拜 我跟你講那是他有問我喔 你一般人會以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台車一定有問題 怎麼會賣掉了 然後三個禮拜又上架 是不是被客人退車 是不是車有問題 好有些人會這樣懷疑 有些人會這樣想對不對 可是就是被卡著阿 反正這個小小抱怨一下啦 好不好這個服務業就是這樣 就是會發生一些這種問題 如果有來我們店裡買過東西的 這個消費者應該都知道我們其實 我們的服務員從來都不會去強迫你購買 就是大家緣分到阿你想買你想清楚你就買 對啊那種預訂的單就像這個 Halloween講的阿對不對 你給人家訂了幾十杯珍珠奶茶 結果媽人家做好了阿你說欸不要我現在只要五杯就好了 阿我都做好了沒有要怎麼辦 對不對阿你訂一定不去拿的那更不要講 所以這個跟大家分享啦 你要賣車的時候要記得通常都會報高啦 見到面應該價錢會再重講 那我覺得報價我是不太會去報高啦 其實我坦白說我就是報一個左右或是區間 我就跟那個沒有緣分買到他車的消費者講 我說我不是不知道報高跑一趟再來減價的這個道理 只是說我覺得報高再來減會很容易浪費彼此的時間 你很忙我也很忙阿 我如果每一個問我車價的我都要報高的話 我會忙死 因為大家如果覺得小師哥不錯 然後小師哥價錢又很好 誰不開來賣我對不對 還不賣爆大家都開來賣我 然後我是不是一下子嗎我就破產了 阿不好意思我沒錢了 對不對好所以我就報個一個區間 阿有緣分再見面 阿見面大家感覺不錯 那我們再成交就好了嘛 那剛好講到賣車喔 延續也是這個前兩天的一個這個網友的消息 有人說這個他賣車給一個知名的車商 網紅車商啦 我不知道是誰喔 因為他也沒跟我講是誰 他說賣給他之後已經兩個禮拜都沒有過戶了 呼籲一下就是這個是賣車的第二個問題 因為其實很簡單啦 坦白話講齁 我如果跟你收一台50萬的車 我過戶進來公司再過戶出去 我就會衍生一個5%的稅金 那5%的稅金只是一個營業稅的部分 你眾所稅跟那個這個叫營業稅的部分還沒有算齁 所以光這個稅務上面就有一點點金額的差距 所以說如果說假設我報30萬他報31萬 他為什麼可以買31 只要他買回去他不過戶 其實他就可以閃躲閃躲掉很多東西 也為什麼他可以顧高一點 其實YouTube這個齁 我其實很早之前就跟大家呼籲過了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因為現在拍YouTube真的很多 那我不敢講說每一個都是OK的 因為大部分我也沒有跟他們交手過 也不知道他們做生意的狀況跟狀態 坦白說齁 有很多這個同業的都會來找小師說 是不是可以弄一個比如說聯盟之類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統一行銷 那如果都照著這個小師的這個SOP下去做買賣車服務的這個動作 那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聯盟 那我告訴大家齁 其實聯盟這個問題跟加盟店一樣齁 其實他的管理是很困難的 在我們沒有辦法掌握你下面的各個加盟店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還是不要會比較安全一點 還有第二個齁也是這個知名的拍影片的另外一個案例 不同個齁 不同一個是沒過戶 這個事情還沒有很明朗 不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反正類似就是他覺得費用被灌水之類的這種東西 然後也是也是有在拍影片的 很多人會誤以為有在拍影片就是很透明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其實這不一定 你還是必須得要去研究一下他的做生意的態度跟他的評價好不好 我常常在講一件事齁 你們常常在婚禮的場合看到那個MV有沒有 哇哇哇 送品出來哇這去巴黎島 那兩個這樣 哦哦 那沾條條有沒有齁 那子余有沒有小獅 哇哇這樣 哇兩個人這樣有沒有 婚禮MV看起來都很感動的有沒有 啊私底下影片的背後交往的過程真的這麼順利嗎 哈都沒有人偷吃過 都沒有完假燒打過 所以大家要記得齁 有時候影片這種東西就是有一個宣傳的效果 或是有個美化的作用 他只給你看你想看的東西 就跟我們的電視新聞一樣 台灣現在連新聞 看新聞都要用頭腦思考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喔 看那個IG啊 那個女生的照片 我跟你講 我在這裡都拍三個 我沒有漏氣的 除非你給我看影片 看影片我覺得可以到五成六成左右 那有的腳有喔 旁邊有喔 坐一隻貴賓狗 你有看那個照片嗎 那個腿長到那個貴賓狗已經變草泥馬了 你有看過 因為腿要拉長嘛 貴賓狗的頭一直要拉長有沒有 今天我覺得現在那種東西齁 自己要慎選好不好 所以我說其實有時候在找這個車行什麼 有的沒有一樣啦 不是說真的有在拍影片 就一定是怎麼樣 那是不一定的 那我相信一定也有傑森自愛的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喔 還有一個案例齁 他說他跟朋友買一台車齁 然後他朋友是二手車商 然後他去跟他買了 他就是簡單想說朋友 朋友買賣就簡單就好了 結果買了以後回來一直修齁 修修修修到最後 欸 他覺得很奇怪 然後看了小事的頻道才知道 喔 原來里程可以查餒 然後他就去查了 結果才發現呢 好像說原本是二三十萬公里 剩十萬吧 我有點忘記數字了啦 反正里程就不準就對了啦 然後他就問我怎麼辦 阿對方又是他的同學朋友 那我說這沒有什麼辦 這種事情可大可小嘛 因為他說他跟對方講 對方說他不知道 他也是受害者 我坦白說啦 一般如果你遇到條表的這種事件 你去找上一手 上一手都會說他不知道 他怎麼可能跟你說我知道 我故意賣你的 有沒有可能 他就算知道他會不會跟你講 就算他知道他也跟你講 不知道嘛 這合理嘛 然後他就說對方說 那我退你一些錢 然後他就說小事 那我是該要拿這一些錢 還是我該要告他 我說阿這是你跟你朋友的關係 你自己去決定阿 對不對 這個一告下去 我跟你講就是刑法嘛 刑法公訴罪嘛 詐欺嘛 不是什麼小事情嘛 你告下去就大事情 就是告到底了 刑法是不能撤告的嘛 好那至於他知不知道 告下去以後就知道他知不知道了嘛 是不是這樣講 好那當然不是他弄了 他就會找上一手嘛 他就像跟他刮肉掌嘛 好一直往上查 對不對 看在誰的手上弄的嘛 好就簡單講就是這樣嘛 他說可是他說要退我一點錢 我說阿通常都這樣嘛 對不對 比如說我常常在講的 我如果這台車里程條了 我可以多出五萬八萬的利潤 那等到被發現之後回來 我再退一個兩萬三萬 好沒事了 戳倉元 對不對 當然是退一點錢 少賺一點而已阿 CBT變換箱是不是不耐用 我覺得是耶 但是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現在很多CBT阿 不過換一個角度來說 其實不管什麼樣的變速箱用久 是一定會壞的 只是說多久而已啦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買一台二手車 我覺得八年吧 八年或者是二十萬公里以內 沒有壞過的變速箱 我覺得那個應該都算合理的 那超過八年 或是超過二十萬公里 變速箱壞一下 我覺得其實我覺得 你不能怪他咧 對不對 我覺得那種有問題的是說 我兩年車就壞了 對不對 我一年車就掛了 我才開五萬公里就掛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 那個就可以稱為變速箱有問題 那事實上如果時間拉長來看 還好的話 我覺得 倒不是叫人家不能壞阿 對不對 我今天本來要跟大家講那個 我在我的Facebook也有發文 就是在苗柏亞市議員那邊 他的頻道有一個影片 他做了一件我一直要做沒做的事 那這也是我建議他可以做的就是 他找了一個消保官 那針對二手車這一個行業 然後來談一下說這個 比較常容易發生的一些該注意的事項 那我發文裡面 我有標上那個影片的時間 我覺得他上面講到的是蠻多消費者會買的時候會發生的問題 果然這個市議員比較有辦法做這些事情嗎 我們一般平民老百姓要去找消保官來講這個東西 可能也沒那麼容易啦 不是說不行啦 我沒有在佔那個等級好不好 就可能我們也沒去找 我們也覺得說怪怪的 我們要拍我去找一個消保官說 我們要拍YouTube 可不可以請你來上節目對不對 被拒絕可能是剛好而已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嘛 所以我們也一直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那個後面消保官那個部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可是裡面本來有一些地方 我有想要補充 可是我看今天時間好像不太夠 就下次有機會再補充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近期 你有買那個二手車的需求啊 你剛好在看車 你怕被騙什麼 可以去看一下那個消保官的影片 在苗博雅思源那邊的頻道 那上面都有標上那個time code 影片裡面也有告訴你說哪裡找得到消保官 一個沒有賣車經驗的人 建議先賣新車還是二手車 我覺得新車跟二手車是不一樣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最後跟大家分享 新車跟二手車這個行業的選擇 我當時我在要轉行的時候 要進入車界的時候 我也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那我當初為什麼沒有去新車是因為 我覺得新車每次同時間就那幾款車 五六台 齁七八台 在賣一樣的車賣了三年 又加了一台什麼車改款 就覺得同一個廠牌 能看到的東西就只有這一些 然後我就覺得很無趣 怎麼會 所以我跑去做二手車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想要做二手車或新車 他都覺得說我對車有興趣 可是我坦白話講 今天你對車有興趣的點是什麼 你是很喜歡搞東搞西呢 還是你很喜歡這個造車的新車造車的工藝呢 還是你喜歡車的什麼部分 你要很清楚 因為你到新車去你只是充其量 你只是一個銷售商品的人而已 所以你應該要對服務人有興趣 好服務人人群有興趣 服務你的消費者有興趣 我覺得反而你在車上面琢磨的時間 跟東西不會太多 反而你你真的很認真 要跟汽車為伍的機會 真的不是太多 而且當一台車出來以後 好要上市了 然後你們去上課 對不對一直上課一直上課 好要背數據 寄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跟你講你都覺得很煩 因為你只在寄你的商品而已 你說你對車有興趣 你到底對車哪裡有興趣 所以我反而覺得你去賣新車 感覺很像是去賣保險一樣 只是商品不一樣而已嘛 好那二手車就 就比較深入一點 當然二手車因為你上班的地方 也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比如說有一些二手車商 他的操作方式就很像新車公司 就是每一個人都穿得爬哩爬哩 穿西裝 每天穿得好像要去工作 沒有啦 每個人都穿著這樣業務員的樣子 西裝必挺的 對不對 這個皮鞋很亮 皮鞋頭有夠黏的 然後這個很潮 那個褲子有多緊 穿多緊 然後一定要露出一節的腳踝 有沒有 那頭就是一定要梳的這個 哎呀 雙頭是旁邊兩邊剃掉 有沒有 梳個油頭 掛一個路雷 還是掛一個什麼手錶 有沒有 有的二手車也是這種精緻路線 然後展間很漂亮 光線明亮 沒有現在很多二手車行也有了啦 不一定是原廠的 新骨車中心才會這樣 香水又噴一下 哇 啪哩啪哩 然後每天就在那邊 你好歡迎光臨 大家想說 怎麼賣你這些東西 已經變得有一點像 業務導向了 這是某一些二手車廂做法 那你像我們 我們這種就是勞工等級的 大家都穿得像勞工 勞工朋友 來我們電影都知道 我們每個看起來都很像他媽的 就差戴個安全帽而已啦 每天在那邊跑來跑去 在那邊弄東弄西 我們真的比較實務面的 比較實務型的 所以其實每一個這個公司 他的面向不一樣 你不要看柯P鞋子很多雙在換啦 他在做事的時候 他也是穿那幾箱而已啦 上班真的要做工的時候 他也不可能穿好的鞋子啊 對不對 所以就是依照那個 營業方式模式不一樣 其實會有不一樣的那個 勞工啊 不是啦 勞工啊的意思是 那個叫做 仲介的意思啦 不是說二手車行 就叫坎高娃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但是二手車行裡面 有有坎高娃這種東西 坎高娃這種東西 就是這個打油級的嘛 他可能沒有店面 那他他就是 這樣子陰來陰去 賺一些仲介費這樣啦 好不要再說啦 時間差不多了好不好 時間多了 大家晚安